全民穿越公路求生 看到扑来的马特 我抡起手中的加特林 直接将扑过来的马特打飞了出去 随后 抬起枪口 对着马特扣动了扳机 一连串子弹打出 直接将马特的身体打成了蜂窝 那些鳞片也悉数被打烂了 阿尔法病毒变异的怪物实力有点弱呀 还不如基因药剂的改造效果呢 我转头望向米兰达的位置 那家伙也感染了病毒 要变异了 得处理掉 然而 此时米兰达的位置 却空无一人 米兰达不见了 那家伙人呢 跑哪里去了 忽然 我感觉到脖子上 有一阵距离 好像是有东西缠住了我的脖子 正在不断地夹离 试图将它勒死 我低头细看 却发现脖子上什么都没有 可是那股距离却是实打实的 甚至还加强了一些 难道是隐身的东西 经历过冰蜘蛛袭击的我 立刻想到了这一刻 我一手抓着脖子上的东西 对着身后不断地扫射 虚空之中大片的血花蹦进 血花奉剑处扫射 很快就用子弹和血花勾勒出来了 袭击者的形象 袭击者正是米兰达 此时她的身体已经近乎透明了 一条手臂变成了触手一样的东西 刚才 她就是用自己的触手想要勒杀我 结果 自己反而被打成了筛子 米兰达死亡 任务探寻污染的真相失败 你也可以独立自主查探 不过 将不会有任何奖励 由于你造成了米兰达的死亡 老实人报老板与你的关系降低到了增汉 她会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女儿报仇 没有奖励就没有奖励吧 我继续搜刮物品 一楼的其他房间 都是办公室一类的东西 重要的文件似乎都被打包带走了 地上散乱了不少纸张 可以看出 撤退的时候很匆忙 只来得及带走了重要的东西 我立刻将001叫来 将所有有字迹的纸张全都带回去 准备一一仔细检查 万一要是找到一份重要的图纸 就赚大发了 哪怕没有图纸 也可以扔给莉莉斯当研究资料 我缓不来到了二楼 二楼是一个个小型的温室 里面一盆一盆的栽种着不少东西 发现阿尔法病毒特效药制作材料 金斩花 发现阿尔法病毒特效药制作材料 烈焰樱桃 发现阿尔法病毒特效药制作材料 龙皮果 提示系统一连弹出了七八条提示 全是制作特效药剂的材料 发达了 发达了 快 全都移植到高级生态园里去 我叫来001在二楼搞起了搬迁 至于我自己则来到了三楼 三楼是一个巨大的办公室 里面装修异常的豪华 还有几个多宝格 里面摆放着一看就价值连城的古董 这些东西都没被带走 看来撤退是真的太匆忙了 我巡视四周 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 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 提示系统忽然弹出了提示 打开电脑 输入密码 123456 选择基地控制 选择排空主机库存水 五分钟后可以选择重新链接本地主机 提取上未被完全摧毁的数据 居然还有未被完全摧毁的数据 我立刻坐在了主位上 输入了开机密码 屏幕果然浮现出了基地具体情况图 在这栋楼的下方赫然正视基地的主机室 此时主机室已经被水淹没了 应该是摧毁的手段 我打开了排水装置 几分钟之后 主机室的水被排了得干净 我立刻连上了主机 准备看看还能捞到些什么 然而大半文件都损坏了 翻找了半天 我只找到了两个设备建造图纸 高级消毒室 特殊通用配件 可以进行全方位的销杀 防止将有毒物质带出实验室 超样式三方装置 特殊通用配件 由钢马射线报警器 毒机报警器 控制机构 关闭机 绿毒通风装置和密封部件组成 可防核泄漏 生物武器 化学武器渗透 超频电磁枪 有效射程200米 可调节电压 发射超频电流将敌人击晕或者击杀 需配备高级电池 备注配套高级电池制造图纸 备注二 经过大量试验证明 超频电磁枪对α病毒变异生物有同样效果 第三代联合制药特战对防护服制作图纸 配备有用新型合金制作的外骨骼防护系统 可搬运5吨重量物品 可抵御100毫米口径以下的火炮或火箭弹直射 配备新型防护面具 可抵抗α剂变异毒株渗透 可支撑潜入水下50米 并提供20分钟氧气供应 5倍4枚微型火箭弹 看着那一张张图纸 我顿时兴奋了起来 这些东西可都是价值连城 我立刻用打印机将几张图纸打印了出来 果然这几张图纸都是可以使用的 我立刻将这几张图纸制作了出来 为了确保效率 我还特意将消毒室安装在了车子的后门入口处 这里是进出车的通道 可以确保不会有病毒躲过消杀环节进入车内 我将这些设备都制作完毕之后 001也带来了好消息 他已经将二楼的机器全都拆解完毕 居然从里面拆解出了一些特殊金属个痕 我回到了车里 将U盘插在了车内的插槽上 将里面的重要文件全都拷贝到小爱同学数据库里 这么多资料 全是关于病毒的 只会怪你要制造病毒了嘛 车里的设备不足 这是需求列表 小爱同学列出了一长串机器列表 看得我头晕眼花 我不是要只要病毒 现在外面的病毒已经够多了 就是当做资料用来研究使用 收到 小爱同学回头去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而我则将自己顺出来的打印机链接上 将特效药的制作方法打印出来 然后将配方加载到了系统之中 果然可以直接制造出来 这系统也真够死板的 还必须要用纸为载体的图纸才能加载 Alpha病毒特效药 对待Alpha病毒基本型有最佳疗效 感染二小时内服用可以有效治疗 变异之变异 治疗成功率为90% 对变异毒株效果显著降低 Beta病毒毒治疗率为70% Gamma病毒病毒治疗率为50% 看来这特效药也不是完全有用啊 看完了药剂数据 我驾驶着车辆离开了德里克堡 准备回到枪店去捞一波外快 然而 我刚刚驶出德雷克堡没多远就听到远方断断续续的响起了枪声 发生了什么 怎么有枪伤 我立刻放飞了手抛式无人机 很快 无人机传回了图画 原来 在大桥上 发现了变异者 那些哨卡上的守卫 立刻举起手中的枪 将那些变异者杀掉 而在发现了变异者之后 那些守卫 也开始拒绝放行 用手里的枪 逼迫那些 还没来得及出去的居民返回家里 开什么玩笑 这里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情 你们居然让我们回去等死 就是 为什么人会变成这么可怕的怪物 你们给我说清楚 是不是联合药剂在做什么生化实验 还要让我们戴上口罩 你说 这些口罩里是不是有控制我们的东西 让我们这些自由的居民变成你们的奴隶 我发现了 口罩里有锦属色 这一定是法射信号的铁键 他们要控制我们 他们要把我们当成奴隶 跟他们拼了 几个脾气火爆的民众 直接从腰间抽出了科尔特 有的则是从车里抽出了A215 朝着那些哨卡上的守卫开火 哨卡上的守卫猝不及防之下 被打倒了好几个 这时 在岸边巡逻的装甲车赶到了 看到这幅情景后 立刻向总部呼叫 黑梅市北侧桥检查站 发现有暴徒企图强窗检查站 请求授权使用武器 请求授权使用武器 授权批装 可以使用全分类武器 不必保证不能有一只火体通过大桥 支援马上就到 了 了 了